亚洲小国哈萨克斯坦人口只有1800多万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期 当时哈萨克斯坦人建立了一个哈萨克韩国 因为内部问题后来分裂成了三个韩国 分别是大育资、中育资、小育资 三个韩国虽然同根同源 但却互不服气 都想吞并另外两个 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王国 哈萨克斯坦人的争斗引起了沙俄的觊觎 俄国为了占领更多土地 经常对哈萨克斯坦人发动进攻 1757年大育资和中育资不堪忍受俄国的袭击 主动臣服于清朝 自愿成为藩属国 对中国皇帝称臣纳贡 那时候中国还比较强大 也给哈萨克斯坦人提供了一定庇护 俄国也对当时的清政府无可奈何 只能按下自己的野心 一百多年后清政府逐渐衰弱 这让俄国人的野心死灰复燃 他们赶紧出兵强行占据了大部分属于中国的国土 哈萨克斯坦人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无奈的被俄国吞并 数据显示 俄国用不平等条约和强行占领的方式 从中国侵占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其中有部分被划分到了哈萨克斯坦人的手中 后来沙俄爆发了十月革命 列宁带着无产阶级革命者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并在废墟中建立了曾经顺激一时的苏联 中国和苏联曾经有过一段友好相处的时期 苏联给中国支援过一些军用物资 还答应派遣专家为中国研发核武器 结果中国和苏联因为意见不同 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关系也出现了破裂 因为种种原因 中国丢失了国土 在苏联时期并没有全部收复 苏联解体后 哈萨克斯坦人宣布独立 随后主动归还了中国石块领土 包括阿克哈巴河河园 夏尔西里 阿拉山口等地 总面积约有1100多平方公里 同时还宣称 这本来就是中国的国土 和苏联